台北市立委第七选区 信义南松山战况也很激烈 民警党候选人许淑华 打着在地服务17年的招牌 地方实力坚强 力拼翻转传统蓝军 但对手许巧新 拥有强大的空战能力 更被视为是打绿战将 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 这也让这场双输对决更有看头 民进党他们的候选人 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橡皮图长 那提出的很多的证件 都是那种不痛不痒的 徐俏兴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啦 我继续加油 加油 好 我要加油 好 我们就是先床 走进市场和每个摊商熟悉的 打招呼画家潮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 不向来拜票 而是向来找老朋友开杠 有民众大老远看到扫街队伍 赶快跑过来爱的抱抱 或是骑机车经过 也一定要停下加油打气 这些都是对徐俗华 在地生耕17年的肯定 因为我是每一天都在选取 我是为了选举而选取 所以呢 其实在任何的角落上 都会看得到我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就是我在礼拜六 一定会在菜市场外面摆摊位 然后做法律服务 然后让民众找得到我 有问题有人帮他解决 台北市第七选区 信义南松山 这个选民结构 一直被视为蓝大于绿 过去有国民党籍废宏泰 四度当选立委 2020年许淑华 首度挑战立委选举 消失百分之三 打下美好但遗憾的意义 这届再度出马 肩上更背着 民进党想拼国会过半 就得在传统来迎贴票仓 杀出成为 民众根本不管政治 他们要的是 他的生活能不能过得更好 然后呢 谁能给帮助他们 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 改变他们切身关心的议题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其实我的选民服务是 遍及全台湾 这个也是我们民进党 最好的优势 就是我们会连线 然后大家互相资源 这回遇上被封为空战 小天后的许晓星 不同于对手炮火猛烈 许淑华聚焦处理基层问题 走进地方温暖倾听 17年累积7万件选民服务 明显做出区隔 有信心凭着扎实的选民服务 能翻转选区 你打空战没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抹黑造谣 已经造成民众很大的民怨 而且我很反对 就是你把民生议题犯政治化 台湖开放了 核实也开放了 我们还一直用这种 卑躬屈膝的态度 面对美方 查会的民意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行监控之士 出席多场 国民党中央开的记者会 猛攻执政党 只要一拿起麦克风 站立就催到满点 许晓星投身地方选战 总统籍的话题 他也不缺席 哈喽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呢 这个我们的直播 几乎天天都有话题的 许晓星开直播 跟网友互动已经是日常 网路上的高声量 毋庸置疑 用空站带动陆站的选战打法 跟选民拉近距离 直接把蒸汽 潮信号开进选区 大街小巷巡回 请来党内大咖 街头助长 能自称松信密环 就是因为能言敢战 天不怕地不怕 但半年前 和现任蓝营资深老江 废宏泰初选时 撕心裂肺的伤痕 是否也撕裂了 深蓝大团结意愿 蓝营的支持者 对我的支持度 是非常集中的 高度支持 今年2024年 国民党是空前的团结 很多个人私人的情绪 或是自己的小我都放下 过去的很多的 这种纷纷扰扰 也都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大家是放眼 1月13号的未来 不仅靠空战 知名度传遍全台 徐晓星凭借辛辣问证 大力揭毙 有自信巩固蓝营铁票区 也能争取年轻选民的心 该监督的事情 该问证的 我们从来不会惧怕民进党 所以我们会继续勇往直前 一个一个去查案 这是我的专长 在整个问证的能力上面 我是很有信心的 一代女刺客 五连霸 议员许淑华 对上喊出 见神杀神 见佛杀佛的战斗 来徐晓星 这件方面 一个捅固地方 颓督跟青年文创 一个强打监督中央 提高诈骗法则 严审对美军够案 就能看得出 两个人很不一样 全战最后关头 比谁能催出基本盘 再打动中间选民 就能强下这席 关键选区 记者张宏林明州 采访报道